至於中國大陸最近則出現了 經濟成長疲軟的情況 也讓產業界擔心 中國大陸第四季度的經濟表現 根據中國大陸製造業 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的數據來看 絕分來到了51.1 維持在上個月的水準 顯示中國大陸的製造業 仍然呈現穩定成長 如果依照企業規模來看的話 PMI的數據來看到的是 大型企業是52 那麼中型企業則是50 正好在零界點中間 那麼大型跟中型企業 比起上個月都上升了0.1 反觀小型企業則是48.6 而這數據是低於零界點 而且比起上個月下降了0.5 持續處在收縮的區間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中國大陸的小型企業 在政策的扶持下 PMI仍然難逃衰退的壓力 最有專家認為 顯示小型企業 在整體產業結構的調整過程當中 仍然面臨較大的壓力 代表中國大陸需要鞏固 經濟回穩的基礎 至於PMI當中的零界點50 代表的是製造業活動的 融庫分界線 高於50的話 代表當月的製造活動 是呈現擴張 反之低於50的話 則是意味著製造業活動萎縮 就像中國大陸整體PMI 呈現穩定增長的態勢 但是華爾街日報 援引了匯豐PMI的數據警告 中國大陸的經濟非常疲軟 加上房地產價格下降 進口萎縮 都可能為中國大陸的經濟 帶來衰退的壓力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广亚